彰化县舍头香鞋和村的互动彩绘墙最近完工 拉着狗绳舟像极了再遛狗 还可以和猫咪一起坐着荡秋千 村长刘聪波说 到舍头山角路一带有观赏高铁机夜景的餐厅 还可以买舍头巴勒 也欢迎大家来看彩绘墙拍美照 从白天玩到黑夜都有好风景 刘聪波说 村里向县府争取环境美化工程 他在自掏腰包补足经费 请彩绘师来把社区就专墙加些缤纷美图 他和彩绘师沟通希望画出可以互动的墙面 于是加了狗绳 大家就可以留狗 小朋友拉着气球下方的线 抬头仰望着气球 逼真度99% 假日吸引不少民众钱去拍照 咸和村附近有支外园区 可去逛乐活支外观光袜场 做袜子娃娃 DIY 再来看彩绘墙 晚上已时到附近的银河铁道餐厅 欣赏高铁及时而过极美丽夜景 半日游很丰富 小朋友在彩绘墙前拍照 也融入画作中 记者林婉月摄影 分享 狗狗你要做什么啊 小朋友在彩绘墙前拍照 让人会心一笑 记者林婉月摄影 分享 彰化县社陶乡斜河村的互动 彩绘墙最近完工 充满去 微信 记者林婉月摄影 分享 彰化县社陶乡斜河村的互动 彩绘墙最近完工 村长刘聪波说 他和彩绘师沟通 希望画出可以互动的墙面增加去 微信 记者林婉月摄影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